3 part 第一個工作我們要去 第一個我們現在登入進來之後 第一個動作我們去檢查 我們的Permission這邊 這裡我們有一個叫磁碟 磁碟 虛擬磁碟這邊 在我們的虛擬磁碟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1 2 3 也有三個 我們第一個動作 先讓各位學習刪除 這是上一班同學的 有的同學沒有的話沒有關係 你等一下可以見一見再刪 各位這個底下是menu menu在這裡 這裡是快速的功能 這裡就是你的功能的清單 清單各位可以看一下每個位置裡面 這個都是你的座號 就每一個使用者 所以他會用 每一個使用者就是每一個使用者會幫你建立一個domain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每一個使用者你看不到我的看不到你的 只有管理者才可以用 所以說你現在用的是你自己的 我們在這裡你可以先針對這三顆 這三顆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在Windows Server的時候在這裡 是不是等於這三顆 對不對 是不是這兩顆 對吧 所以介面不一樣 但是你看看 這個的介面是不是 要針對目標 再連到我的磁碟 這裡呢 也有的就是磁碟 其實後面這個叫目標 他名稱不太一樣 這個叫Export 要給誰 指定給誰用 所以他的目標是在這個地方 但他目標呢 他用的模式叫什麼 叫主機的模式 他把目標Target 把它定義成叫主機 所以這個叫做A400 這一個主機 那主機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呢你看 他可以去建立主機 所以呢 這裡是不是就可以建立一個主機 那主機就是你的這一個名字 那你看看 我是不是建立好的名字在這裡 我是不是可以建立很多名字 同學是不是有01020304 因為大家名字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名字呢 跟我這一個 你看看 這個在建立的時候 每一個名字底下 你就可以去定義說 哪幾個 啟動ID對不對 啟動器的ID是不是在這裡 那這個是不是叫做目標 對不對 但其實目標呢 不是這個 但是他用這個叫統稱 他還是會有一個 IQN 知道吧 好 那 你把這裡當成是 目標的名字 裡面呢有幾個 啟動器 可以來連線 知道吧 所以是不是 當有哪一些電腦是符合這個名字 他是不是就可以透過他 然後呢看一下是不是到連到我這個磁碟是不是有指定到他 他是不是就可以存取這幾個 是不是這樣子 那如果這裡呢你看看我可以把這個給刪掉 是不是磁碟跟目標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之前有講過呢 在 微軟裡面是不是 目標跟磁碟是不是要 連貫在一起 但是在這裡的時候就可以分開 你可以獨立鍵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怎麼刪除 第一個動作我們先把這三個 Shift 把它全選之後按右鍵 裡面最底下有一個remove 把他裡面不符 好 他要問你是不是這三顆 因為他怕你按錯了 這個要刪除的時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裡面可能又有一些資料對不對 所以他問你一次 是不是 是打勾 好 確定了嗎 還沒有確定 知道吧 OK 他還要再問你一次 所以呢他問了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知道吧 打勾一次 OK一次 Delete一次 你不可以跟我講說我不小心按錯了 喔 那你自己就按了 那你怎麼辦 就 沒辦法了 好 那這個是要把刪除的部分 懂我意思吧 好了 刪除知道了我們第一個要做 新增 喔 所以這個新增呢就是往在這裡有一個create 來跟著我一起選 來 其他同學 OK了嗎 好 我們要來新增一個磁碟就跟這邊一樣 對不對 這裡 server 裡面是不是要按右鍵新增虛擬磁碟對不對 那這裡呢就一樣就在create 那在這裡呢你可以按右鍵 create vortual virus 對不對 這裡也有 知道吧 所以呢 點一下他 好 這是一個說明 他告訴你喔 他有哪些東西 對不對 好 下一步 好 這裡呢 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name 就是你的虛擬磁碟的名稱 請各位 那這個虛擬磁碟喔 他建立的時候是 所有的同學都在同個地方 雖然我們用不同的名字 知道吧 但是你建立的都是在同一個磁碟上 知道吧 所以說會有問題 所以都請同學不可以相同名字 那如果名字 重複就會 不能見 這是 這是他的限制 所以呢請各位呢 前面加一個座號 我們用v開頭 v 座號 好 打個 disk 01 前面一定要加座號 大家都01沒關係 但是前面座號不一樣 知道吧 好 這裡呢 再來 一個名字 這其他都是他固定資訊喔 再來我們在建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這裡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磁碟你建起來是什麼 慢慢增加還是固定 動態還是固定知道吧 當然 我們現在練習還是都用動態知道吧 再來你要給他多大多大多小 剛剛呢我們那個磁碟大概30G對不對 給他35G 35G 好 這裡呢 比較特別一點喔 因為呢 我們針對每個同學都有建立一個叫 他的叫 Use Use CPG 就是你使用的空間大小 所以呢 各位呢 我們都給各位限制一個空間 有的是70G 有的是60G 70G 80G 知道吧 好這個就是你要用的 空間位置 那為什麼這要限 因為呢 他針對每個使用者都有限制 基本上你去外面 你如果買其他台是不用這樣做 知道吧 但這是針對大家要做的 所以說呢各位再多選一個這個動作 底下這個都不用理他 然後這是group Copy 這些都不用動 好 當然這裡呢有一個動作叫 Export 有沒有 這裡呢我現在讓各位先不要做 好現在不要 所以你做了一個動作 名稱 大小 跟CPG 這三個而已 對不對 好下一步 完成 好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建立一個磁碟 好啦這個就跟我們前面有跟各位講 磁碟跟我們的 目標是不是要 聯繫在一起 在微軟裡面是這樣子 一個磁碟是不是要聯繫目標 但這裡你看看他建了一個磁碟 有沒有需要目標 沒有 所以呢 你現在建了一個磁碟就空在那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高興啊對不對 你為什麼一定要叫我 找給目標 因為後面明天 我現在建議好明天才要用可不可以 對不對 雖說 其實是可以分開的 但是呢 他要這樣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希望你是一連貫 而且這一個呢也只是一個 希望你做一個服務 也不要長 我是建議不要長久了 知道吧 好 所以呢 所以每一台機器 都 大概都會不太一樣 那你以後呢 買到某一台Storage 可能搞不好 一定要連在一起的 知道嗎 好這是第一個喔 好那等一下呢 你再建一個 第10個0203 自己再練習 知道吧 好我們要做這一個呢 要做第2個是什麼 我們要給 某一個目標 好 給目標是按右鍵 這底下是不是叫 Export 對不對 好來點一下他 好這Export呢 就是你要把這一個磁碟 指定給 哪一個 目標 知道吧 好各位來看看 我的目標是不是到這個 404的host 那我們剛剛前面再跟各位 給各位看這個主機 裡面是不是有針對我的 目標 啟動器的ID 在微軟那邊是這樣寫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是不是 這個目標裡面 是不是有指定哪些 主機可以連 所以我是要指定給這個目標 知道吧 所以是指定整個目標 所以你要指定說 這個指點要給這個目標用 如果你看一下我現在就做給 A40400 1號是不是給012號給02 那你想想看 如果正常是不是會 我這邊目標是可以建 20幾個 對吧 就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呢 這裡有個叫什麼 浪 它會針對你的目標裡面的磁碟 做一個規劃 那我們這邊呢 一般都設定AUTO 那你可以看到 你在你的微軟這邊 你也沒有去設定這個東西 基本上都會有 但是呢 你看一下你這一台 在什麼地方 在後面 等一下我找給各位看 我那一天 我知道看到在哪邊看到 在 好像在 在 磁碟嗎 我看 不是不是 那一天我這邊的我忘記在哪裡了 沒關係 我那一天 我那一天 喔 這邊喔 是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啊 上面這裡 我先暫停一下 來在這裡 我那一天就看 這個位置有沒有 這個Disk1 你看它呢 鍵的時候呢 在這個磁碟呢 它有一個叫什麼 邏輯單元 叫LUN 有沒有 它設定一個0 知道吧 那第二顆 多少 就是1 它從0123開始 它也要給你編碼 知道吧 像這樣的編碼呢 在我們的 喔 其實我Storage也都會編嘛 那我們建議各位喔 因為有時候你會編 自己選的時候會選錯 我們要用自動 知道吧 好 好了之後呢 按下Finish完成 好看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叫Export 就是呢 我要讓這個磁碟 給這個目標用 那各位呢 來注意看一下這個目標就 點下去是不是跳到目標 看到沒 這是目標 這一個目標裡面的有幾個 ID是不是 我們的 啟動器的ID 在微軟那個 Itskashi目標伺服器是這樣寫的 對不對 如果用那個目標這樣來看 你就看到這裡 好啦 那我們要給各位 我這邊是不是幫你建了 4個主機的ID 對不對 應該講說4個主機的IQ 是不是都放在這裡 那你的機器要來臉是不是要跟它的名字要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 這一個跟你的主機是不是要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SERVER03嘛對不對 我的SERVER03裡面是不是有IQM 跟它是不是要一樣 我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要COPY跟成 跟這邊一樣 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把這個扣過去 扣到另外 另外SERVER 這台 這台機器裡面來 是不是扣到這裡來 是不是扣到這裡來 好 那 我現在跟各位講 這一邊 要跟這裡 這一邊要跟這裡一樣 我這邊 因為呢 這一套軟體的關係 不讓各位改 它是給管理者新增 它不可以使用者新增 所以這邊呢 我是說都幫各位同學建好了 4個 IQM SERVER的IQM 對不對 所以這是1 2 固定了對不對 所以醫藥同學是不是 A40401 之1 01之2 對不對 這一台是不是給SERVER03 這一台給多少 SERVER04用完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要改這裡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才能夠連 懂嗎 好啦 我們要給各位個練習啊 你要會 要懂喔 我們先來 我先暫停一下 好 我們呢 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針對我們前面所做的 練習呢 我們呢 這一些練習呢 它的檔案都是放在我們的 IQM目標伺服器 那我們現在呢 跟各位介紹到了 3 part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就要呢 做個 移動 對不對 移動 我們呢 慢慢的讓各位說呢 我們的機器呢 越來越好 所以呢我們現在 原來是用SERVER來做模擬 現在呢我們拿了一台 真正的SERVER03 讓各位來連 那現在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怎麼讓我們的SERVER03 同時連到 IQM目標伺服器 跟SREEPA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檔案 都放在這裡面嘛 對不對 在這一台機器裡面 所以呢 你要呢 把檔案call到這裡來 是不是同時要看到它跟看到它 才能做檔案的移動 對不對 好那這時候呢 就要來設定我們兩台 這 基本上先設定一台 等一下我們會設兩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實體機 怎麼去連到 iSky 啟動機的一個連線設定 加上我們的機器裡面 都要去設定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呢 因為這一台SERVER03 這一台SERVER03 我們一開始就跟各位講 我們呢是用使用者的限制 所以呢使用者呢 他沒辦法去 我們沒辦法讓各位去新增這個名字 所以這個名字我已經固定了 固定了一個名字在這裡 所以你 這裡可以做一個 排序 排序 這個是第一台 這是第二台 好所以說呢 你要想想看 我們呢現在SERVER03 SERVER03這一台機器呢 我要去連到這一個 用這一個名字來連 所以呢我首先 我把這個關掉一下 我首先呢在SERVER03 要點選工具 iSky 啟動器 到設定這裡 好這裡呢 名字我要改成跟它一樣 但是你改成跟它一樣之後呢 原來的這個名字呢 是跟我的 目標伺服器 這個名字是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就會產生一個效能 你現在改它了 就會讓 這一個就斷掉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現在要怎麼做 這裡要新增 先新增一個名字 先在你的目標伺服器上面先新增這樣的一個名字 所以說你要在這裡做先新增 新增 那你新增的時候沒有用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但是要先新增 知道吧 來 那我現在呢把這個名字呢先新增過來 先新增貼上 然後呢各位要注意喔 不能打錯了喔 這是冒號 有一個冒號 然後呢我有寫A 我的是A404 -00-1 是不是把它新增進來 好 各位這個名字 A404-00-1 現在是沒有人用 不是任何一台 server 但是我先新增 對不對 沒有人用嘛 但是我先把它新增了 好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那現在目前呢 我的server03呢 是透過 這一個IQ來連的 那我現在把這一個名字 改掉的時候呢 是不是符合這個名字了 對不對 那也符合了這個名字了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都符合之後呢 那當然呢 你改了之後就可以連線了 這一個 目標是不是就不會斷掉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來改這邊 改它 然後呢記得呢 往前刪 刪到冒號這邊 因為我剛好都有把名字 射成剛剛這個 到前面這個F這個地方 加一個冒號 知道吧 所以呢這會再打個 A 404-00-1 你不能打跟我一樣的名字喔 你要打你自己的 01-1 02-1 知道吧 依照你的自己這個名字 不是用猜的 要看這個名字 好然後呢 然後呢 你看一下我的 SERVER03改好了之後 好 那我現在呢 改好之後 我現在呢就可以什麼 其實 你可以看到前面這裡 喔 我現在呢 存起來一下 然後再去點它一次 再開起來 這一個連線呢 它會透過這一個帳號來連 而不是透過這個來連 是透過這一個IQN 來認證 而不是透過這一個 因為呢 我這邊呢 是不是先新增了 這邊再改成跟它一樣 所以呢 你看一下這邊呢 再按一下自動 有沒有斷掉 更新 沒有斷掉 知道吧 這樣呢就不會斷掉 這樣才會是囉 好 再來呢 我們要怎麼連到這一台 那你就要去做目標 這裡要去輸入 192.168點 點 你 我給各位的這一台 3part的 data的 那個paw IP是多少 那你就把它輸入進去 我是82.92 所以你看一下 我按一下快速連線 是不是連上了 那這個能連上是不是剛好是 跟這個名字是一樣的 對不對 它才能夠連上 所以呢 按一下完成 你看一下 這一個 3part的iQN 是這一台機器的iQN 知道吧 然後呢 你再檢查一下 磁碟 裝置 按下自動設定 有沒有 這一台機器裡面的 我們曾經 3part裡面 我們剛才前面呢 已經新增好的一個這個 35G的 是不是在這邊呢 就可以看得到 多了一顆出來 那多了一顆出來 我們前面有講過啊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你所看到這樣的一個 亂數的號碼 數字在 的 這樣的一個 數字跟亂碼的一個 狀態呢 它就是所 可以連線了 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拿來用 好 那這樣呢 按一下確定 存起來之後 你可以再開啟我們的 電腦管理裡面 的磁碟管理 你現在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顆磁碟 是不是35G 那這個35G跟這個 40G是不是不一樣的 我們呢 剛好讓它的磁碟大小不一樣 你就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這邊就是屬於我的這一顆 再來 你看一下這一個 磁碟 虛擬磁碟後面的這個 Export 這一邊呢 我的 IQN已經連上了 就是我的這一台 SERV0線已經連上了 就會變成藍色的 確定連上就會變藍色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只是我現在還沒用 我只是連上而已 好 這個部分OK了之後呢 我們請各位 等一下當然這個要去做Formator 我們請各位呢 SERV02 來 這台SERV04 也去連線一下 試一下 好 第一段我們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來做SERV04 要來再設定跟前面的一樣 那所以說呢 我們要讓SERV04就是我的第二台 這台 這第二台機器 讓它能夠呢 一樣呢 會連到 連到我的 兩台 都能夠連得到 Storage 跟我的SERV04都能夠連到 所以呢 一樣 來這邊我們來看看怎麼去處理 一樣跟前面一樣 所以在我們的Storage這邊 一樣再新增一個 新增 好 新增了一個名字 我現在從這邊去call一下 這一台 好 這一台裡面呢 我去call一下名字 到這裡 貼上 貼上 好 那這個名字呢 我要把這個拉一下給各位看 才會說確定 來 我們要跟我們這一台 SERV04的 好 這邊 這邊 好 我們要用的是第二台 所以我SERV04的 這個名字 是要跟 Storage上面的 3dpart裡面的這個 IQN一樣 那這一邊也要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就新增一個 跟它一樣 先新增嘛 那我先新增的話 我的舊的 就不會斷掉 0 2 00 00 之2 多一個 多一個 少一個 控格 冒號都不行 你後面呢 有時候你看我們後面多一個控格 你都沒發現 這樣就很難找了 知道吧 所以這邊呢 你要注意 這每一個字都要一樣之後 如果不行就整個複製再貼一次 好 這邊我們先新增了它 原有的位置 我就看起來就怪怪的 上面那個少一個 那上面那個為什麼能通 因為我這裡也是少一個 沒有 這是第 第一台 全部都少一個就是正確的 沒有啊 但是 第一台又錯啊 就對啊 欸 我這裡 我剛剛還沒 還沒連線 我還沒做啦 對啦 我還沒做啦 好 這個先 先跳過去 我這個還沒做 對不對 然後再做一下 好 FT 冒號 A404 A404 之00 之1 好 好 那不要的呢 我們就可以移除 像這個第二台跟第一台是一樣的 剛剛我們第一台 有點問題 沒關係 我們再做第二台 我剛剛還沒有去測試 沒關係 好 所以說呢 這台好了 所以我們要呢 這一邊來改的時候 它會就 本來是用這一個IQN 現在會換成 這一個IQN 對不對 第二台 所以呢 我們要用的是2 2 2 所以我們就要來改 那還是要提醒各位 每一台機器 就是一台Server 那所以說呢 每一台Server呢 在這邊都代表一台機器 這個IQ 每一個IQN 就代表一台Server 所以你有兩台Server 一樣的名字就會有問題 知道嗎 所以是 這是獨立的一台機器 好 那這樣呢 設定好了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它這邊的位置就OK 都沒有斷掉 我會呢 確定一次 當然是不用套用 確定一下再過來 那這邊呢我們來連一次 就連 192.168.82 連92 來 連線 它就連上了 那連上之後呢 我們就去看一下 這邊的磁碟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磁碟 所以呢 這邊好了 Server 03 我們就來回到Server 03來看一下 Server 03 好 第四台 對不對 跟Server 03跟Server 04都設好了 那我們要將Server 03的 虛擬機 要移到Suitepart裡面 對不對 但是呢 在做這個動作之前 我們要先把磁碟 做好磁碟代號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在這邊呢 我們就回到了Server 03 三 這裡一台Server 04 我們兩邊左右放 我們要去做什麼 來 看到這兩個 對不對 這兩個我把一個關掉 這個呢 我們連的 35G 這邊呢 你也看到它也是連到一個35G 對不對 都是 那你要哪一台先做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這個呢 先連線 出實話 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請各位把它formate成Z磁碟機 對不對 好 那你就要改 那這個一定要告訴各位 你一定要是 這是我們在上課所以中間會跳 我要建議你從後面往上知道吧 你用D的同學是不及格的 是錯的 雖然你可以工作 但是 是不對的 那用E的呢 一點點對 但是還是不算 最少是從什麼 F以後 為什麼 D 有可能是光碟片 你現在在這邊 是因為我們沒有光碟機 你以後買Server 有可能是會有光碟機 那E呢 有時候你會拿個隨身碟去插 對不對 它都會佔一個你的代號 所以你插上去你忘記拔下來 當你移過來的時候呢 你原來代號是E 就被隨身碟拿去用了 知道吧 那這邊的E 移到這邊呢 就不是E了 就會跳成什麼 F 所以它 自動跳的時候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要從 從下往上 所以這邊設一個Z Z磁碟機之後呢 好 這邊就 格式挖完了 對不對 那你要做什麼 按右鍵做離線 知道吧 這邊 按右鍵做連線 好 這是一個重整的畫面而已 然後連線 好 這個是D 你要記得做什麼 更改代號知道吧 這個你要改喔 改 把它改成Z 所以兩邊的機器針對這一台 這一顆 磁碟 的代號都是Z磁碟機 當你要去移動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問題會比較小 知道吧 手動移動一定會有問題 如果自動移動的時候會比較小 好那這邊好了之後呢 我就做什麼 離線 因為我這一台機器 有沒有 我的這一台 Hyper-V虛擬機 對不對 我們要去做的是 第三點 這一點 對不對 第三點的虛擬機現在還在我們的 目標伺服器上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把它移到3pa 所以我們最終的目的要把 IS Classic目標伺服器要關機 對不對 因為我們已經買了一台 好一點的機器了 懂嗎 所以呢我們這一台就不要用了 這台的主機就可以 去做別的事情 好 所以說呢 這一邊的這一台 我就要去做什麼 先把我這一邊的機器 這個磁碟先連線上 是不是就有一個Z磁碟 好 連上之後呢 這一個 虛擬機器就可以按右鍵 做移動 對不對 移動什麼呢 我們的虛擬機器存放裝置 有沒有 移到哪邊 只移動虛擬機器的 只移動虛擬機器的虛擬硬碟 對不對 對 第一個 講錯了 硬碟是只有硬碟 我們要把所有資料夾都移過去 包含 設定檔 對不對 這是只有硬碟檔而已 然後我們講是 我們要選擇第一個 全部移到單一的位置 好 然後呢 我們要移過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會 沒有資料夾嘛 所以你要來這一邊呢 自己去新增資料夾 所以我們要到z槽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習慣說要接行一個叫做hyper v 對不對 h y p e r 好 y p e r h v 然後呢 我們的底下 是不是需要呢 再建一個 我們的 這台虛擬機器的名字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的名字叫什麼名字 我們的名字叫 A00S01 對不對 我們呢就會建一個 A A00 S 001 對不對 那裡面呢 是不是還要再一個 對不對 當然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到這個位置 是我們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選擇 到這個地方 那只要回到上一頁 來 請到這邊 S01 所以你要呢 但是我們要完成之前看一下它的總覽是不是 喔 這是 這一個就是我們要的位置 那 Voge它第四個它會幫你 放進去 對不對 這是會針對你的預設路徑會幫你放 所以這邊後面都是內建的 好 我們就按下完成 它就幫我們從原來的 位置 把它移過來 那這個移的時候呢 就會從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這邊 L槽 對不對 在我們的 這是我們目標伺服器 移到Z槽 對不對 好 那等到移完了 我們就完成了這一個動作 好 那我們再來呢 這個動作就完成了 之後我們再來做什麼 移除I-SCSI目標伺服器 我們等一下再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裡面有一個不相關的資訊 要記得把它刪除掉 要去記得要刪除掉 什麼叫不相關的資料 等它跑完之後再來看一下 好 我們讓它先跑一下 我就先 畫面先暫停一下 好 最後呢 我們的移動完了 這邊的移動完 所以說你可以看 這台機器 原來是在 L槽 現在我移到Z槽 移完了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要動作要什麼 把我的目標伺服器就 關機了吧 對不對 要關機前 我們就來做什麼 做這邊 這台機器呢 我們先從我們原來的SR203開始 我們針對這台機器 你可以看到原來有兩顆磁碟 對不對 當然就 都不要用了 所以這個L 也在這邊 你只要做一個很簡單 這些都不用去理它 你直接做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的 I-SCSI 啟動器 好 針對我們這一台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 我們的 I-SCSI的目標伺服器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針對它呢 你去做什麼 中斷連線 是不是 因為現在沒有人 沒有在用它了 好 這邊呢 探索 把這一個 你的IP 把它做移除 移除 把這個移除 就不要 你不要移除錯了喔 錯了然後再重加一次 好 我的最愛的目標 是不是這個 我也不要 知道吧 再來 裝置性磁碟 你可以在這邊 就不見了 對不對 兩顆不見了嘛 只是要Z了嘛 對不對 這個目標 是不是跟著就不見了 因為呢 這個目標呢 你在探索移除的時候 這個目標就不見了 知道吧 好 這樣呢 在這一台機器呢 你就看不到 剛剛那兩顆磁碟 知道吧 好 同樣的步驟呢 在我們的SERVER04 對不對 一樣 我們針對呢 在iSky啟動器 去針對這一個 Microsoft 我們的 這一個 IQN把它做中斷 非使用中 一樣 探索這邊把 這一台 不要的移除掉 好 那確定這邊做好了 再來做這個 知道吧 不要說 到時候你先移除了 你的虛擬機又不見了 好 這邊呢 你可以檢查 就一顆 OK 到這裡 就確定 那你原來的磁碟 就 會不見了 好 這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台Storage 知道吧 把它做 關機 這台就不用了 這台 就不用了 就把它關機起來 關機 好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現在這個動作 知道吧 好 後面呢 這邊完成了我們後面再做 我們後續的一些 延續性的一些設定 要做哪些事情 好這個張傑信到這邊 就不會做了 來做的事 我們來做的事 但是他們可以做了一個